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大家好 我是楚娟 大家好 我是你的大影音 欢迎您观众我们健康一身轻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号 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健康小雷达 今天搜到啥 来 这是来一张字条 大汗淋漓 白加黑 就这俩词 悬一感拉满了 这悬一感一 现在这铁凉了 多冷 怎么大汗淋漓呢 悬一感二就是这个白加黑 它是天凉的大汗淋漓 白天和晚上都会出现吗 我就是 你说大白天的 满脑门 前胸 东西汗 后背我能不能感觉到这个汗中往下躺 更别提我这个汗线极其优秀的这个夜下了 你问我干啥去了 真没干啥 我就是从地铁口走单位这十分钟的道吧 实不相瞒 中午我在食堂吃口饭 阿汗淋漓的 主要是天凉 一出汗湿答答的 被风一锤再打个寒着 有没有人能理解我爱出汗 怕睡风容易感冒的痛苦啊 这个黑吧 说的就是我 不睡觉不出汗 一睡觉会一身大汗 你看我还在这预备个毛巾 得擦擦汗的还得 要不然呢 这真是受不了啊 而且最可气的是啊 经常外面还被动静 脚呢 逼得放在外边 不然 真热的受不了啊 原来是这么个大汗淋漓加上白加黑啊 那这么个季节 总是这么出汗 确实挺难受的呀 我们请出了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张慧勇医生 来 有请张老师 有请 欢迎张老师 大家好 咱们先离清一点啊 就是这个冬天天冷了 然后再出大汗 是不是这就不太正常了 大天天热对吧 出汗是正常的 不出汗才不正常 而相反冬天天凉 本来是收敛的 是收藏的 就不应该有明显的出汗了 多处情况下 是出了问题 一定是身体哪儿出了问题 才会出现了冬天 大汗淋漓 出汗多 所以如果冬天出汗特别多 尤其要引起重视 其实到了冬天之后 该闭合的汗毛孔什么的 这些其实应该闭合上 那如果要是说 还大厂自开的搞事情 那背后的这个事 它的道理和逻辑 我们就得合计合计了 顾东群的朋友就说了 印象当中 平时不爱出汗的人 那体格子都是杠杠的 要是一掌 动不动就出汗的 咱都说他虚啊 这两位都是虚证 虚和虚可不一样 白天和黑天都会大汗淋漓的朋友呢 都是虚 但到底是哪虚呢 咱们先看一下这位白朋友吧 他出汗的触发机制是啥呢 我品了还细品了 不能动啊 一动就出汗 我是走路出汗 吃饭出汗 甚至哄孩子我都出汗 玩事啊 还特别爱感冒呢 一见风就感冒 太疲惫了 互动群里呢 有同款的朋友 叫做千里之外的人就说了 他说自己呢 就是出汗之后 会更加的疲劳没精神 信息够不够 咱们能不能判断 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就四个字 叫做胃气不顾 这种白天出汗呢 是胃气不顾导致的自汗 胃气 不就是保护咱们身体的那个气吗 对不 那怎么它还跟这个冬天出汗有关系 胃气的什么作用呢 胃气者所以温分肉 冲皮肤肥凑理撕开合 这是它的主要作用 胃气不能固设我们的身体 不能固设我们的汗液 汗液就会外溢出现了自汗的表现 冬天本来胃气是收敛的 如果发散了 出汗了 一定是不正常的 他以为叫还是一个人的朋友说了 出汗以后呢 会有点凶闷 好一会儿才能好呢 胃气虚了之后什么表现 这个人就啥也不爱干了 就神皮乏力了 现在患者出现了胸门气短的表现 那么一定是心气也随之不足 出现了心气虚的表现 那么很多的慢性病就逐渐表现出来了 你说现在天挺冷的时候 然后一动啊 甚至是不动都能出汗 出大汗 那这个时候呢 胃气虚了 这是咱们除了这一个表现之外 那胃气虚了还可能有什么症状 咱们给捋一捋 那好 我们胃气虚 先看胃气的功能 我们刚才提到了 温分肉 肥冲皮肤 肥凑理 撕开合 对吧 温分肉就是让我们身体暖和的 那么胃气虚的人一定会觉得身体冷 手脚冰凉 比别人怕冷 冲皮肤 如果气不足的表现 尤其是胃气正气不足的表现 这个人看上去就懒洋洋的 皮肤都有点松软 甚至塌陷 对吧 肥凑理 撕开合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它能够让我们的汗毛孔开合自如 胃气虚的人一定会出汗 而且一动就大汗淋漓 由于它胃表的功能丧失了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工程 没有胃兵了 那么一定敌人就容易外侵到里边 身体也是这样 胃气虚了之后 就容易招致外邪 招致外邪 就是这样的人 容易感冒 反复感冒 甚至出现了过敏的表现 流鼻涕 打奔涕 这些都是胃气虚的表现 这种胃气不顾的大汗淋漓 我们该怎么调一调 也是有方法的 接下来我们移步到操作平台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这样的汗就应该是倒汗吧 出汗过多伤了阳气了 请张老师知道 再来一杯茶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我是都市频道节目主持人储君 我是天阳 我是小川 养肺护肺 从我做起 这些妙招送给你 良好作息很重要 早睡早起身体好 科学锻炼 有一套 步行游泳 加慢跑 养护肺健康 人人少不了 辽宁都市频道 携手中药补肺丸 城大方圆 国大药房等全省17家核心连锁 共同举办 爱肺行动第五季公益活动 繁慢支 哮喘 废气肿 老壳传患者 拨打电话 400-166-4699 报名 就有机会免费领取 价值129元 爱肺礼包 只可贴 南京同仁堂 秋里高 免费送 爱肺行动 健康中国 广告之后 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医生亲 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 微信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 随时进行互动 好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 靠谱健康知识的 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 张慧永医生 欢迎张老师 欢迎张老师 大家好 我看一下慧永老师 给的对于胃气不顾的 这种白天出汗的朋友 给了一个小方子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方子的组成 方子里面呢 有黄芪15克 防风10克 乌梅5克 细茶 也就是我们的红茶 5克 我们把这四样东西呢 加入我们的水壶里面 马上开了 来一起来煮 这是要煮的对吧 对 好 是要煮的 好看 就开了 话说这个对于胃气不顾呢 咱们以前有一个名方 大家都聊过 叫玉瓶风伞 而玉瓶风伞的一个组方里边呢 就像这个防风 黄芪 这也都是跟它交叉的 我们这一款的方子是不谋而合了 为什么不用玉瓶风伞 而用这个呢 这个呢 其实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改良 玉瓶风呢 大家也都熟悉了 有什么呢 黄芪 防风 白珠 我们今天的这个药方呢 是把白珠换成了乌煤 因为换成了乌煤嘛 我们给它起了一个新的名字 就叫做 齐防乌煤茶 加上了一个红茶 也起到配味的作用 而且呢 红茶还能保护脾胃 这个为什么给它进行如此之间的更换呢 主要是黄芪能顾表 防风能去风 加上这个乌煤肯定是有设计的 就是起到它酸酥的作用 能够炼汗止汗 我们来尝一尝这个乌煤茶 是什么味道 现在得煮多少时间 要正常的话 刚才我们加上去了之后 到现在 已经100度 大家已经看到 马上又开锅了 我们倒出来 先给大家演员喝吧 太好了 够了张老师 给你们也留点 还是能闻着一点香味的 是吧 太冷了 对 来 啥味呢 尝尝 其实还是有点热 不过确实能闻出来 闻到一点酸味 酸味就闻出来了 当然 太厉害了 而且我也能猜到 你看这里边的乌煤 酸杯汤里边不就乌煤 所以这个肯定是有酸味的 在尝尝味道 可能稍微舔一点 因为它特别烫 是吧 要给正常 大家推荐的话 得喝多长时间 我们这个 起房屋杯茶呢 因为可以真实作为茶来喝 所以说 我们对于真实体质偏弱的人 就可以每天来上一杯到两杯 您可以把它放在办公室里边 或者呢 就是餐后之后 放在家里边 渴了 就喝上一杯到两杯 多长时间呢 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剂量 是每日用量 如果您真是气虚 出现了未表不顾 我觉得 每日一季完全可以 服用呢 您可以连续服用一周 如果汗处减少 体力增加了 那么就可以停掉了 如果您觉得精神还可以 还想再好一点 您可以连续服用半个月 也是可以的 好的 这回是不是亮凉了 我们可以尝一下了 我是不是给你争取时间呢 它是有淡淡的中药味 偏冷的情况下 白天都一冻一身汗的 这是未表不顾的朋友 我们可以用一下 这个齐房雾眉茶 来调整一下 就像惠勇老师说的 最多用半个月的时间 如果这半个月的时间 没有改善的话 还是建议您到这个医院 去找医生 再去看一下 对 那一睡觉呢 就出汗洞醒的黑朋友 您也稍安勿躁 咱们呢 马上帮您解决 这个黑吧 说的就是我 不睡觉不出汗 一睡觉会一身大 你看我还在这 预备个毛巾 得擦擦汗的 要不然呢 这 真是受不了 而且吧 最可气的是啥呢 经常还被洞醒 脚呢 别得放在外边 不然 真热的受不了 布洞群呢 叫平安市府的朋友 给咱溜牙了 他就说 我是心口窝这块 也热 热得心烦 但是就是感觉不太对啊 这种虚太似曾相识了 是阴虚不 那如果是阴虚的话 这样的汗 就应该是倒汗吧 说的没错 的确就是倒汗 一说到倒汗 背后的黑手 也就可以反推了 就是咱们 盐盐说的 非常的典型 说阴虚嘛 对不对 那手心脚心热 这肯定妥妥了 对 这就是阴虚惹的祸 我们阴虚有哪些表现呢 一定是 五心烦热 手脚心热 手心热 脚心热 而且还伴随这个心烦 心里边的热 总想吃点凉的 总想喝水 出现口干舌燥的表现 大便也干燥 小便也少 这就是阴虚的表现 天冷晚上老出汗 常被冻醒的 这样的黑朋友 这应该是倒汗的多一些 倒汗 它是阴虚 请张老师知道 再来一杯茶 这个味道呢 我们肯定会比 刚才那个味道要好一些 来吧 去操作去看一看 好 咱们操作区走起 我们对这个晚上出汗的黑朋友 我们也给个小茶方 有三味药 很简单的小方 分别是什么呢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非常熟悉 一个呢 这个呢就是 五味子 让大便一尝吧 又是我呀 来 你尝一尝 对 我可以吃啊 可以吃 这是没问题 收敛 拿一小块 拿一小块 收敛 五味子都挑块大的 这可砸着 对 那俩呢 一个一个尝 好嘞 那俩也要尝啊 你慢慢吃 先是酸 然后有点辣 完了就尝了两味子呢 我们说之所以叫做五味子 五味是聚成 对吧 酸苦 甘辛咸 它是都有的 但是主要的性味是酸的 在神灯奔草经呢 把五味子列为上品药 它就有什么样作用呢 我们现在中药把它作为收色剂 主要的作用 第一个 就是能够不慎 能够纳气 还能够宁心安神 还有止汗的作用 还能止咳 止泻 所以呢 这是一味收色剂的良药 而且它有补义的作用 你想啊 对于一个烟虚到汗的人 既到汗 又心慌 睡不好觉 还伴随着失眠 所以呢 五味子这一个药 就全都管了 可谓一举三得 除了五味子 剩下的两位药 大家肯定认识了 对吧 第一个呢 就是麦子了 麦子 我们用的是扶小麦 也就是那种瘪的麦子 因为它漂浮走表 就能顾表止汗 剩下这位 就是大名鼎鼎的 酸枣仁了 东方睡果 我们这三个药放在一起 启动 我们开始 就开始给它煮起来 大家注意一点啊 我们刚才 其实有一个动作 没有展示 什么动作呢 就是我们要用的 这个酸枣仁呢 如果要是起到 这个止汗 睡眠的作用 砸开 最好给它捣碎 是吧 对 所以猪子掘捣 捣完之后呢 那皮 捣开了之后 有效成分就能气出来了 酸枣仁 五味子和福小麦 针对的是这类的黑朋友 针对的是属于阴虚的 出现这个倒汗的朋友 对 这一剂药里面放多少 每种呢 各五克 到五到十克 都是可以的 拼分 药物等分就行了 咱们这里边就用了 这一点 这个酸枣仁 它够用吗 记得以前咱们说 治湿棉的时候 好像用挺多呢 对 我们这里边呢 其实用的酸枣仁并不多 只用了五克 当然呢 单纯用它治湿棉 肯定不够 不过呢 我们在这儿呢 主要起它的作用是 止汗的作用 主要的药味是 五味子福小麦 酸枣仁呢 在这儿 其它药性偏酸 因为酸性 就有收色止汗的作用 所以呢 酸枣仁不光是安神 它还有收敛止汗的作用 所以用小量的酸枣仁 在这儿呢 就主要起到收敛的作用 每日一季 完全可以 服用呢 您可以连续服用一周 如果汗处减少 体力增加了 那么就可以停掉了 如果您觉得精神还可以 还想再好一点 您可以连续服用半个月 也是可以的 58岁的刘先生 由于高血脂 长期服用降脂的 他听类药物 期间 食用柚子之后 出现四肢酸痛无力 尿液颜色加深等症状 去医院检查之后 被诊断为恒温肌溶解 难道说三高银群 不适合此柚子类的水果吗 吃了西柚之后呢 出现这种恒温肌溶解 那么为什么呢 今天给大家做一下解释 这个西柚类的水果当中呢 它还有一种成分 叫浮南香豆素 这个浮南香豆素呢 是一种药物代谢酶的抑制剂 因此说当西柚和降脂药 同时服用的时候 它就影响到降脂药物的 药物代谢了 它就增加了药物的毒副作用 所以它会产生 对于心肌酶的这样的一个损伤 造成成分剂溶解呀 继而临床出现 酱油色尿的这样一个表现 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个浮南香豆素 这个成分呢 和这个降压药物 同时服用的时候 它就可能使降压药物的 降压的作用增强了 它就会导致这个患者的血压 下降的比较明显 甚至有一些患者出现了这种 以过性的周身的大汗呢 周身乏力呀 摔倒等等 所以在这里边 温馨提示大家 这个季节呢 我们西柚类的柚子类的水果 大量的上市 但是大家去吃的时候 一定要掌控这个量啊 和你日常当中所口服的 降压药 降脂药等 分开地服用 一定要间隔的时间 不要同时服用 比较安全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这样的汗就应该是倒汗吧 出汗过多伤了阳气了 请张老师知道 再来一杯茶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爱肺行动健康中国 辽宁都市频道 携手中药补肺丸 成大方圆 国大药房等 全省17家主流连锁 共同发起爱肺行动第五季 肺健康公益型活动 如果您或您身边的家人朋友 正在被慢足肺 肺气肿 肺心病 慢性支气管炎 过敏性哮喘等 各类肺部疾病困扰 现在拨打电话4001664699报名 凭借县级以上医院的 诊断证明和X光片 就有机会 免费获增价值129元 爱肺礼包 下面是爱肺知识问答时间 我们上一期问题是 慢足肺全称是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慢足肺传染吗 A传染 B不传染 有请国大药房 特约中医师耿天忆 为我们解答 正确答案是B 慢足肺呢 因其是慢性过程 且无细菌 病毒等致病病源 所以一般不会发生传染 是没有传染性的 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也来咯 请听题 以下哪种呼吸方式 更适合慢足肺病人呢 A 腹式呼吸 B 胸式呼吸 发送您的答案到 健康一身清微信公众号后台 每天我们会从回答 正确的观众中随机抽取5人 赠送由中药股肺丸提供的价值198元的健康礼品一份 下期见 正在播出的是健康一身清 我就是半月板撕裂总是疼 我就想问问有什么方法没有 你这个半月板撕裂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啊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有6年了 就是肯定很简单 就是总共就不知道不知不觉就崴一下 就是说没有明确的这种外伤病史对吧 那您现在多大年龄了 我今年61 我是在16年崴的 现在您这个习关节疼痛啊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半月板损伤造成的 但是结合您这个年龄段 您另外一个病也要高度重视 叫退行性骨关节炎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排过片子 因为这个退行性骨关节炎呢 它主要是由于关节面的软骨脱落 然后呢神经外漏所造成的 而您说这个半月板损伤 它又没有明显的病因 就说明什么呢 您这半月板损伤是退行性的 也就是说随着年龄增长 骨头的这个密度逐渐下降 半月板的催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 走路就把半月板给挤压坏了 那么既然半月板都这么容易坏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年龄段已经到什么呢 软骨也容易脱落 所以您说这个疼啊 高度考虑是骨性关节炎造成的 半月板损伤的疼痛是什么原因呢 是你在走路的过程中 它的症状是有一种卡压感 在某一个角度的时候突然出现疼 只要过去这角度就不疼了 如果说这个症状呢 那它就是半月板 它在洗关节内形成这种卡甲造成的 所以说呢 两个方案目前 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到医院 排个片子明确诊断一下 第二方案就是我们要 用一些保护关节软骨的药 常用的就是胺糖 以及一些硫酸软骨素 那么一旦出现症状了 那就吃一些非载体抗炎药 我们再来联系下一位朋友 结合体的病史考虑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 并且呢您刚才所描述的这个小腿症状完全符合压神经的症状 所以呢您是一个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并且呢压迫了神经这样的一个改变 那么目前的情况呢需要您做两件事 第一呢就是说明确一下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突出类型 我们可以到医院呢拍片子做个检查 如果是轻度的 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膨粗 或者是轻度的突出 我们可以采用保守治疗 采用卧床 理疗 吃药的方法 那么逐渐逐渐的它就能缓解 那么一旦是重度的腰椎间盘突出 特别是您说压迫小腿这个症状不缓解 说明神经已经受压时间很长了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手术干预了 目前手术呢也很简单 也不用太紧张 做个微创的 打个眼儿 做这个椎间盘镜 把压迫解除 这种症状就缓解 齐皇小锦囊 为您的健康养生来帮忙 欢迎我们的主讲嘉宾 来自于辽宁中药大学的 国家级名老中医 古松老师 欢迎古老师 大家好 今天冷了 有很多朋友他的烦恼呢也来了 说是胸闷伤不来气 这个手和脚呢 感觉循环还不太好 总是冰凉冰凉的 这是心的问题 怕冷是阳虚了呗 那这类朋友怎么是心的问题 难道是心阳虚了 这是心阳不足 觉得温着行得寒着凝啊 心阳不足 心足血脉的功能就减退 血行不畅导致血淤 甚至于呢 血液凝滞 而导致呢 阻止心脉 形成心脉 阴阻之症 可见有这个 行寒之冷 面色苍白 胸闷气短 胸闷呢 那还是心阳虚 比较轻的症状呢 那您看啊 咱们这边冬天吃的羊肉 它可以补心阳嘛 不过呀 还要再加上这个 你看看 这口看起来 它特别眼熟呢 嗯 看看这是什么 我感觉是不是 也是粮食类的东西啊 它是不是麦子啊 那咱们入药的话 是不是需要一些 瘪麦子 瘪麦子 这就叫浮小麦 浮小麦呀 是没有麦芯 是瘪了的 麦壳子 浮小麦的时候 把这个麦子 扔到水里头 浮在表面的 我们能用 沉到底下的 就不行了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它走的就是 人体的胃表 肌表 它善于走皮表 那就能够炼汗 把汗给收住 那么把汗给收住了 我们讲啊 汗为心之业 那把汗给收住了 就等于滋养了心 因为减少了心的消耗 也就起到补心的作用 那咱们这个浮小麦 是和羊肉一起炖吗 对 就是在一起炖着吃 羊肉 一次用50克 浮小麦呢 一般的用15克就行了 然后再起炖汤 适当的加点调料就可以 心情不好 腰酸腿软 咋还和咳嗽混搭了 明明是八干子 打不着的关系 怎么还混搭到一起的呢 怎么原因影响到飞气商力 老师您没搞错吗 混搭咳嗽 还是两种呢 您用三味药就可以 三味药足够了 一见风就咳嗽 这可咋办 这也是飞气不降惹的货呀 有什么特点呢 容易怕风 容易招风 有什么特点呢